但如果美股修正的話 其實台股也會被影響 我們要請教國中哥 好不容易 台股在今天反彈 早上的時候大家一看 還滿有信心 大漲超過350點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漲幅 為什麼很快的就熟練 到最後只有小漲作熟 其實我覺得禮拜一的盤勢 看起來是反復合正常的走勢 首先來講 這波從高漲下來的部分當中 市場上確實是跌了2000多點 將近10%左右 本來就是信心並不是很足夠 所以一開始反彈 要出現一個大漲的話 我相對還是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現階段的投資人操作上 我覺得可以冷靜一下 因為各位想一想 這兩個禮拜前的時候 你很開心的看到24000多點 一個月都還沒過完 奇怪 怎麼突然從天堂到地 完全不一樣 所以現階段來講 操作上有什麼 一個叫做買股票 一個叫賣股票 一個叫觀望 就現在這位置來講的話 買股票意願不高 賣股票在這位置 坦白講已經跌了那麼多點 如果感覺漲不太上去的話 是不是只要遇到反彈 我要趕快賣股票 沒錯 所以現階段來講 觀察確實是會大多數的人想法 所以我覺得今天不到四千 禮拜一不到四千億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符合滿正常的情況 但我還是認為說 買股票除了買跟賣 還有觀望的話 另外一個就是買成長跟價值的部分 現階段成長可能比較難一點 因為現階段的動能不夠強 坦白講這段時間沒有大量 所以不會大漲 但這段時間可以買一些價值 價值股票的部分 我們現在看一下 坦白講 若以做今年台股來看的話 你知道在逆風當中 要給投資人信心 還是要很辛苦 我們來講一下 這一兩年當中 台灣的這個上市上規的企業活力 預估大概將近有達到 可以達到兩位數 在很基本面強勁之下 我認為台股的行情還是可期 但是你笑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個很正常 OK 但是我們坦白講 在今年台股 確實這個當中漲很多 各位看一下 今年以來 到上個禮拜為止來講的話 你會發現到 第一名是阿根廷 委內內拉跟土耳其 前三名都是比較屬於一個 很小型的區域的市場 但如果像比較算有一個 一級之地的位置的話 台灣半導體跟廢半 這個是目前是在全世界 目前比較屬於明鏈的前茅 換言之如果把這個淘汰掉的話 坦白講台灣就是去 今年是全球算是漲幅第一名的部分 既然是如此的話 當然一旦你遇到一些風吹草動 當然這部分就會所謂的調整 我覺得現階段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 這波看的話指數的變化 兩萬到兩萬四千四百多點 這位置 坦白講這波拉回 我認為來講的話 近期當中你可以等待 但是反彈的時候 要做一個調整持股 那最主要為什麼 我在這邊不建議大家 再做一個調賣股票的動作 是因為各位可以看到我所畫的一個趨勢線 最近的九日KD值 它已經來到20之下 禮拜一已經到20了 過去我們從去年的11月份到現在 有四次都在25以下 如果我到20的話 它不一定會最低檔 但是相對會在低檔位置區 也就是說來到這兩萬兩千點的位置 我坦白講不建議各位投入去做一個殺低動作 你可以看看 但是你一定要報一些好股票 因為畢竟接下來一定會有一個反彈上去 當然反彈上去的時候 大概到兩萬三千點 到兩萬三千點 確實就要做一個調節動作 因為這邊的先前有一個 比較屬於短時間的一個上升趨勢線 它有壓力 而且月線已經出現下彎了 那坦白講 現階段這個量不會大 因為大家都去看奧運 所以這個量不會大 因為大家都轉移注意力 這邊看得比較黑 比較 比較 比較黯淡 那邊看起來比較開心 那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臺灣從去年的一萬六千點左右上漲以來 這是週K線 你會發現綠色的就是下跌的那一週 你會發現先前 大概事實上都只有一根黑K 只有這次 這是兩根黑K 那如果最多的話 也是兩根黑K 也就是說到上禮拜為止 已經有兩根黑K 至少這禮拜應該會收紅 那只是說收紅 對 收紅 所以我來說 這位置我不建議去賣股票 因為接下來 也不用殺低 也不用殺低 但是現階段這位置來講的話 沒有大量 所以會變成進行一個持股的調整 這段時間的持股調整 我想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市場上的這個匯率的步步 我們看一下 這是台股跟美元指數的變化 台股跟美元指數坦白講 它過去都是呈現一個 所謂相反的方向 很合理 但是你會發現 從五月中到七月中旬這段時間 每年的指數跟台股是呈現同步的動作 有亦步亦趨的感覺 也就是說來到兩萬四千四百點的時候 這個出口的增幅已經會趨緩 所以指數來到兩萬四千點 坦白講 它沒有 即使沒有因為日央要升血動作 它但這樣漲的空間也不會太大 因為接下來公布第二劑 再漲的空間有限 也不會太 因為如果按照整個出口值的變化來講 它坦白講 它如果用基本面跟這個市場上來做一個 指數來做一個 口的成長都趨緩 它應該是這樣子 會趨緩 當然最主要是在去年的基期比較高 我想當然這段時間 剛好台幣也是比較偏向是貶值的 我們發現這幾年 我們發現台幣相對的是 比較屬於在高檔位置 那日幣是升得比較多 所以我想剛好這段時間 如果台幣也貶值 對我們出口也有一個加分的動作 因為我們相對有競爭力 所以我覺得在這邊 我真的不顧慮大家太悲觀的動作 我要再請教國中哥 大家台股當中還是最關注的 就是我們護國神山 台積電 台積電在今天是漲二十塊 收在九四四 其實它跌破了一千塊錢之後 當然覺得雖然在這一陣子是比較弱勢 不過九百塊錢好像都有一個支撐 沒錯 什麼時候可以進去抄底 我覺得如果你不是那麼很短線的話 我認為說 你大概就是在這間附近 應該可以適當做一個布局動作 我們先看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各位看一下 這是我先從一個所謂的走勢圖來做說明 第一個就是台積電的ADR 各位可以發現到 它這次從高檔拉回 已經回到今年在三月的時候 當時候這邊有一個所謂的最大的 很大的量 換言之來到這位置坦白講 它這邊前波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支撐量 然後這是台積電的台灣的市值的圖的走勢 這條黃色的線就是它的季線 那季線從今年以來 台灣的台積電從來沒有失守過 換言之 台積電在季線附近 確實有看到買盤 我們也確實在禮拜一有看到 如果把它扣掉 這個台股還真的沒漲到 所以它真的是一個富國神山 但是它確實也有它的一個基本面子 坦白講兩個禮拜前 比如說台積電還買不到 還一定要用世衛數買到 但是現在有讓你比較低的價位 你去買反而不敢買 但我認為說 但是現階段 因為是這個是大型全職股 現階段只有四千億的量 坦白講這種大 大牛股 也不容易推得到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把時間拉長 倒是可以在這邊做 可能要比較以中長線 沒錯 以今年它EPS38到40 明年它更高的話 我認為這北易比算是OK 那我們看為什麼 因為最主要是大家看一下HPC 這部分的相關的半導體的成長 大概預估第三季跟第四季 臺積電的這個所謂的 他們的駕動力 三奈米跟五奈米 幾乎都是蠻窄的 基本面非常好 還算不錯 只不過是說先前的法術會 市場上給他太多的期待 台灣大家都認為 他應該是好學生 那所以先前反應的 Pricing反應太多 所以讓他這一波 來講修正幅度比較大 我認為這次波當中 台股雖然確定比較逆風 但是台灣還有很多的資金 它確實在這邊純純易動 我們舉個例子 像7月下旬之後 上三規公司將近有 1.24兆的現金鼓勵要發出 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包括日夜光 國泰金 鴻海 台塑化 中華電信附邦金跟兆風金 這段時間他們都陸續要發 我們可以發現到禮拜一國泰金 這邊就還滿強的 那台積電即將在9月12號 即將做除息 那美股要配發4塊錢 要大概要發1000億以上的 現金鼓勵 那領息日大概在10月9號 換言之 如果這波的大盤不是靠外資 那我們認為說 如果用內資的角度來講的話 這批的資金也差不多 是比較屬於穩健型的 不是那種比較屬於 大戶或中史戶那一群的 所以我認為說 如果你把時間拉得夠長 能夠放到半年以上 我認為說在這個位置來講 你買進 風險並不是那麼大 但是雖然時間確實要進行調整持股 因為接下來八月中的公佈的季報 他確實會有一些好壞 會長差很多 好 剛剛國中哥 但我們看到台股 雖然在先前出現了一波的回檔 不過在這個禮拜的部分 其實持股的部分 也不用在這個時間點去做沙滴 那麼尤其在台積電的部分 也不妨拉長時間去做這個佈局 好 在最近台股波動幅度比較大 我們要請教國中哥 你提供一個這個 可以佈局現金增資股 這是怎麼回事 任何的行情的時候 都有市場上可以適應的 所謂的投資策略 投資人現在會緊張 有一群人比你更緊張 那一群人叫什麼 企業 企業 因為企業他未來要發行 所謂的增資的話 就是為了他未來的資本支出 或者是擴廠 營運做一個規劃 就在這個時間點 還要來籌資的一些上市貴公司 就是說他之前已經有做這樣的規劃 如果他的現增價 假如說行情沒有跌那麼多的時候 你的市價跟他的現增價 可能有一段差距 但是因為最近的 從大盤這樣跌下來 相對他的現增價 就跟市場上的市價接近 甚至有時候還有所謂的 互盤價 所以坦白講 就是那個現增價 就是企業心目中的那個價格 跟市場上的價格 他比較接近 所以我們看包括哪些 包括最近我們看哪些 有現增價的公司 包括我們像飯權 他的整個上半年的時候 目前是第一季是銀轉虧 他現在是有發行五百萬股 但發行價還沒公告 那投資人可以去觀察 這幾家公司 他目前的狀況 還有萬潤 還有萬潤 那像萬潤 他是第一季是賺兩塊 大概成長十一倍 他的現增價是兩百二十三塊錢 那健遜店是持續虧損 那他的價格是十七點六 東哥遊艇 東哥遊艇 大概是賺六塊 然後是小福衰退十三 還有大家很關注 趙鳳京 他是在今年一月份的時候現增 這些公司在辦現增 那要怎麼樣去做挑選 我覺得來講 你可以從這個幾個面向來看 因為我有時候你會發現 我可以有放一個比較不一樣一個 就是有賺錢的 成長的 有些還是虧損的 那你就會發現 如果去看一些虧損的公司的心態 他現在是 例如說他有真的有記憶在做一個護盤 或者說有賺錢的公司 市場上他這個買盤還算滿強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是從這當中 去從以小看大 去看成市場上目前的上市上櫃企業的 現在企業的老闆的想法是如何 因為這些包括有電子公司 或者是傳統產業公司 像趙鳳京我要講的是 他一月份曾經辦現增 三田物一股 各位如果還記憶猶新 一二三月的時候 趙鳳京那時候 股價一直漲不起來 就是因為他辦了現增價 那時候價格是33塊錢 所以大家一直做套利 他不知不覺 這段時間還創新高 因為8月8號 他配儲權0.3跟儲息1.5元 換句話說 就回到一個月 還用基本面角度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這舉個字 像萬倫 他的股價基本上都是一條線 如果用本益比 他本益比現在都還合理 東哥有點不用講 差不多近一年當中 股價差不多在這價位 換句話說 如果你用比較低的位置點來講的話 這些現增價確實有保護了公司 在這段時間 倒是可以在盤勢比較不好當中 去可以觀察他們一個動向 好 我們先休息 稍後來關心 現在很多的大型科技公司 都在佈局AI 那麼為什麼帶動AI熱潮的 OpenAI 卻傳輸在今年可能會 虧損高達50億美元